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火花 索性人机平安降落 日本自民党议员林沐昕佑就表示 麻山太郎日前挺台的发言 符合日本政府的立场 卡罗台风登陆南韩 成为50年来第一个贯穿朝鲜半岛的台风 拜登签署行政令限制美国企业 与个人投资中国敏感技术 并锁定三大领域 新闻开始先来关心天气 中央气象局表示 今明两天持续的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天气不稳定 台湾西半部要留意短延时强降雨 气象局下午也针对全台19个县市 发布了好雨或大雨特报 并对北台湾发布大雷雨即时讯息 台北市衡阳路 重庆北路等部分路段 是一度积水超过半个轮胎 另外台南市则是一早就下起大雷雨 安平区累积雨量已经超过了248毫米 安南区也超过了235毫米 造成多处低洼地区的淹水 空军台中清泉岗基地12号将举行基地开放活动 不过今天上午的预演当中 一架IDF战机在执行飞行操演时发动机异常 在空中冒出火花 索性飞行员处置得宜 平安落地 IDF战机机尾喷口 冒出火焰 让现场参观的民众为他捏把冷汗 台中清泉岗空军基地 10日上午 一架IDF战机在执行单机飞行展示操演时 发动机异常 还好飞行员处置得宜 平安降落 国防部空军司令部也发新闻稿表示 后续将查明原因 并依既令检修 以为飞机妥善 而除了IDF战机有状况 原定的幻象2000战机操演 也因故取消 我们在开完车以后 其实它是有空宿管加温的问题 虽然这不影响到我们操作 但是因为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是属于比较低空 然后再来就是风险值比较大 所以我们有去更换预备机 那在更换预备机的时候 因为它外电源拔除以后 它的导航系统也有战态性失效 10日的预言展示 由空军第三战术战斗机连队执行 由雷虎小组特技操演 IDF以及F16V性能展示 台湾赴美就读的军校生 刘兴学也参与这次操演 那时候我有跟家人跟 跟家人跟那个威风期讨论过 就是原本是想很想飞F16 但是IDF是因为在台中而已 所以跟离家比较近 所以后来就决定做这个决定 台中清泉岗基地 12日将举办航空嘉年华活动 除了天空的精彩操演 地面也有静态展示 吸引许多军事民和民众 前来参观 新唐人亚太电视 秋天喜台湾台中采访报道 前美国国务刺青柯拉克 今天与总统蔡英文会面 柯拉克在句词时就表示 如果没有强大且自由 有韧性的台湾 世界各地的自由 将会受到威权主义的威胁 对满笑容 热络握手互动 前美国国务刺青柯拉克 睽違近三年再次访台 周四柯拉克以科技外交研究院 主席的身份 会见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 面对威权主义的扩张 台湾也会持续跟美国携手合作 委屈全球的和平繁荣 做出贡献 柯拉克担任美国国务刺青期间 2020年曾率团访台 和台湾重要官员会面 也让台湾加入美国干净网路计划 有台举动让中共跳脚 被列入中共制裁名单 对此柯拉克则表示 将制裁视为荣誉徽章 科拉克此行也代表研究院 颁赠科技自由奖给蔡总统 并说如果没有强大且自由 有任性的台湾 那世界各地的自由 将受到威权主义的威胁 新疼亚特电视 曾义豪 曾新敏 整理报道 布洛蒂海三国 德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访问团 今天分别和总统蔡英文 以及行政院长陈建仁会面 爱沙尼亚国会外委会主席 梅马侃就表示 希望共同守护 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 布洛蒂海三国 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访问 立陶宛 拉脱维亚 以及爱沙尼亚 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 外交委员会主席 首次共同组团访问台湾 总统蔡英文 请此接见 我们也希望在座三位主席能够协助促成台湾参与 涉于波海三国的三个卓越中心 如此以来将有助于台湾和波海三国 在国防治安以及全民防卫等领域不断深化合作 蔡总统提到了三个中心 包括爱沙尼亚的北约合作网路防御卓越中心 拉脱维亚的战略传播卓越中心 以及立陶宛的能源安全卓越中心 防团下午也拜会行政院长陈建仁 台湾残年遭受中国外交鼓励和军事威胁 对波罗的海三国还有乌克兰的处境都感同身受 尤其俄乌战争爆发以后 更加突显了亚欧区域安全的翻联性 以及民主同盟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梅马侃表示波海三国身为欧盟及北约成员国 出了提神世界对乌克兰的支持 也希望共同守护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 新唐人亚太电视王冠林 真永如 台湾台北报道 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日前访台 喊出贺阻以避战 中共外交部就跳脚攻击撑 就是把台湾人民推入火坑 对此专家与政党人士驳斥 批评中共扭曲使停 在国际上面一直挺台的 一直把台湾要拉入国际的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推手是日本 让他们的代理人在台湾不断的 叫嚣爱与和平的时候 却不断用武力来威胁台湾 他们对国内的人民是怎么样教育 说对于台湾是要做什么 不断的贬抑台湾 不断的要武力压迫台湾 现在要调及台日仇恨 也许中国该反省杀自己 中国是全世界文明秩序的最大的一个破坏者 那所以其实今天如果中国感觉被全世界围堵 而越愤愤不平 其实中国应该要先反攻自行 其实现在把飞弹对着台湾的是中国 不是日本 台湾激进党呼应麻省太郎的贺阻论 呼吁政府应把中共视为敌国 中华民国国安会也必须定时对各国动态 对台态势以及国安弱点进行分析与揭露 日本前首相及自民党副总裁麻省太郎 日前访问台湾 明确地表示日本应该率先发出贺阻的讯息 传达出愿意用武力保护台湾的决心 与麻省太郎一同访问台湾的自民党议员 林沐昕又就表示 麻省太郎的发言与日本政府的路线一致 日本前首相及自民党副总裁麻省太郎 7号到9号访问台湾 明确表示将用武力保护台湾 虽然麻省目前并未担任政府官员 但与麻省太郎一同访问台湾的自民党籍众议员 林沐昕又参加媒体政论节目时表示 这些挺台发言并非只是麻省太郎的个人言论 今回実は麻省太郎衆議院議員 個人の発言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くて 当然自民党副総裁という立場で言います その立場での講演ですから 当然これは政府の内部も含めて 調整をした結果のことですから そういった意味では個人ということでは全くないので 少なくともここのラインというのは 日本政府としてのラインというのは明確なんだと思います 日本内閣官房副長官激情人宴 10日出席例行記者惠石表示 老盛太郎訪台是議員和政党的活動 政府不对此发表評論 但也表示台海和平对日本十分重要 また台湾環境の台湾環境の平和安定につきましては 我が国の安全保障はもとより 国際社会全体の安定につきましても重要でございます 台湾を巡る問題が台湾による よって平和的に解決されることを期待するというのが 我が国の従来からの一貫した立場ということでございます 新唐人亚太電視 陳輝摩 張秦玲 綜合報道 反正一切都要等到郭董事長 他的行指定掉以後 才能夠有進一步各方面的作為 王金平表示 侯友宜週末将南下高雄 屆時兩人除了参加早餐会之外 还会单独見面 而侯友宜今天到台中跑行程 与台中党籍立委便当会交還一件 對屏東議長率領議員挺郭台銘 侯友宜低調說沒有評論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組成主流民意大聯盟 昨天晚間在屏東舉辦造勢晚會 喊出政黨不做的事讓他來做 而国民党籍屏東議長周典論 率領多名現議員同台相挺 是否違反黨紀 党主席朱立倫上午出席活動時 也對此作出回應 支持郭台銘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組成主流民意大聯盟 立委站在屏東造勢 現場聚集兩萬民眾 郭台銘採取大禁場行事現身 猶如選前之夜 大拿銘 現在要站在這裡 等於要團結代價 接入所有的在野力量 來 組成主流民意大聯盟 郭台銘強調要民意不要黨異 雖然沒有表態獨立參選 但不只台下群眾立功參選 舞台銀幕也出現選總統 郭台銘 全中華 郭台銘 全中華 郭台銘拼在野共主 展現連結地方基層實力 包括國民黨及屏東縣議長周點論 武黨及副議長與多位議員等基層名代到場相挺 我遵從我們朱立倫主席的指示 他多次宣示 結合在野聯盟 結合規律聯盟 下架民進黨 最後要怎麼 我就不知道 因為還沒有到那個時段 我也不知道 要怎麼更好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10號 尚尾與侯友宜同框 在桃園出席宮廟活動 對屏東議長挺郭台銘 是否祭出黨紀處分 任何如果傷害我們的提名同志 或者是造成分裂 這是所有同志 或者是所有的藍營支持者 是絕對反對 絕對不願意樂見的 郭台銘強勢反攻 國民黨宛如陷入初選延長賽 衝擊侯友宜聲勢 也恐怕會出現跳船潮 新唐人雅電視 李金局胡鼠殺劉茲營 台北屏東桃園報導 副總統賴清德即將率團 訪問友邦巴拉圭 並過境美國 中共是再次跳腳批評 中華民國外交部今天表示 副總統是以官方身份出訪 過境美國做法行之多年 並無特別之處 如果中共藉機挑釁 就是在破壞區域和平穩定 那破壞區域和平穩定現狀的一方是中國 不是台灣也不是美國 外交部表示歷任副總統過境美國共有11次 賴副總統此行將是第12次 也是他任內的第二次 另外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 日前在凱達格蘭論壇提到必須建立賀阻力 來防止戰爭發生的言論 也遭到中共無端批評 外交部對此回應 面對中共擴張野心 台灣強化自我防衛的決心 與麻生的說法並無不同 台灣即將就要舉行總統大選 有多個民團今天召開記者會 呼籲總統參選人們 應該要關心中國的民主和人權問題 對於台灣在五個月就要舉行的總統大選 包含華人民主書院協會 人權工作者 在台藏人等多個民團召開記者會 呼籲候選人應該關心中國民主和人權 因為台灣的存在就是對於共產黨 或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的統治正當性最大的否定 我們關心這個問題 其實是 並且是為台灣 我覺得也是我們台灣人 可以為這個世界擔負的一個任務 是民主的最前線 是民主最大的聯盟 全世界 而不是台灣站在不管是模糊 你的一票 決定了全世界怎麼看台灣 不同參選人對於中國人權問題的態度也受到外界關注 華人民主書院協會理事長曾建元觀察 相對而言 民進黨參選人賴清德 從正路上對相關議題有較多的發言 侯友宇他過去都沒有涉足到這個領域相關的職務 所以他怎麼樣在這個問題上表達 表現出他的價值立場 跟他的未來的政策方向 我想這是外界非常期待 柯文哲他對於中國的人權議題 當然也有提到 但是就是說 是不是在中國人權議題跟跟中國共產黨 這個關係當中 怎麼去權衡 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希望說 聽到更多 來自柯文哲和民眾黨 這方面的表達 選舉倒數不到半年 雖然總統參選人尚未進行辯論交鋒 但台灣人最在意的國家安全捍衛民主 仍是這場大選的關鍵字 星唐也太電視 林玉堂 曾馨敏 台灣台北報導 來看到國內傳出 阿米巴腦膜腦炎的死亡病例 北部一名三十幾歲的女性 發病前曾經前往新北市一家室內清水設施遊玩 疾管署採集檢體 確定是服飾內隔離阿米巴原蟲感染 導致腦膜腦炎 新北市衛生局也到場採檢 要求業者停業 傾銷 嚴嚴夏日正值暑假 很多爸媽都會帶小朋友去玩水清涼一下 不過日前卻有一名女子疑似因為玩水感染食腦變形蟲 導致腦膜腦炎發病一週就死亡 幾年前看到那個國外報導 可是他們小朋友是去玩那種溪邊那種水不是在泳池裡面的 室內設施也爆發會不會覺得很恐怖 有啊 這樣我就覺得蠻擔心的 確實很恐怖啦 不過可能就是要先瞭解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個阿米巴原蟲啊 先瞭解她 然後她的生長環境跟她是怎麼出現的 在這種地方也能夠出現 疾管署發布新聞 提醒民眾小心防範 死亡案例是一名30多歲女性 近期無國外旅遊史曾經前往市內清水設施油漆 7月26號出現頭痛 肩頸僵硬的症狀 接著發燒 胃寒 甚至抽搐 最後在8月1號死亡 疾管署採集檢體 確認是感染 服飾內閣裡阿米巴原蟲導致腦膜腦炎 這種乾細胞寄生蟲喜好溫暖環境 淡水 溫泉 含氯不足的游泳池水 或是熱水氣及土壤都有她的蹤跡 感染途徑主要是透過鼻腔吸入病原體 嚴嗅覺神經進入腦部 喝污染的水不會感染 也不會透過人與人接觸傳播 潛伏期1到7天 病程快速 初期頭痛 發燒 之後出現頸部僵硬 抽搐 死亡率高達99% 更按層區的清水設施 京北市衛生局已經要求業者 預防性停業清消 不過消息傳開 民眾批評不斷 人心惶惶 這個清水設施到底在哪裡 衛生局應該說明清楚 因為現在正值夏季期間 其實有很多爸爸媽媽 都會帶著小朋友到清水設施裡面 這種腦膜腦炎 1965年澳洲發生首例人類感染 2011年台灣也發生過 溫泉水感染死亡案例 機管署呼籲 民眾吸水 或是泡溫泉時 要避免水進入鼻腔 或是把頭泡在水裡 新唐人亞太電視綜合報導 南部登革熱疫情延燒 台北市昨天也爆出 今年首例的登革熱病例 是三年來 登革熱再次的現蹤台北市 個案是一名十多歲居住在大同區的男性 曾經在七月中到台南遊玩染疫 研判確診之後 北市府立刻啟動應變工作 進行清消核疫調 清消人員全副武裝噴灑藥劑 台北市長蔣萬安就在一旁盯著 邊走邊看 還不忘和李明握手寒暄 蔣萬安一早現身大同區的巷弄 因為台北市今年首例登革熱病例 就出現在這裡 北市首例登革熱病例出現在大同區 是一名十多歲的男學生 七月二十一號曾到台南遊玩三天 隨後發生發燒 震帶症狀 8月4號就醫後採檢陽性 立即通報並進行疫調 8月9號經過疾管署判定確診 登革熱因為他的潛伏期比較長 這個個案依照規定我們會持續的監測 到8月31號 個案的同住家人 另外有三位 我們也即刻的做了相關的處置 那目前狀況都還好 七月底有到台南的旅遊史 那主要活動地是在台南的東區 以及永康區 提醒民眾就是有到這個 登革熱流行區的旅遊史 如果發現有這個發燒 肌肉痠痛 頭痛 後眼窩痛 甚至出疹等這些症狀 要主動趕快來就醫 相隔三年登革熱再現中北市 各局處不敢大意 8月8號前 大同區173個積水容器中 查獲五個容器為陽性滋生員 都已經清除或投藥 除了個案居住地之外 各區也都總動員 我們平常就有在監測 我剛才第一個講到 我們就有監測蚊子的密度 可以補到蚊子 產生蚊蟲的那種蛋 超過50隻的話 那我們就會趕快就進行這個噴銷 除了加強傾銷外 環保局也提醒民眾 多注意身體狀況和居家環境 一起防堵登革熱 新唐人亞太電視綜合報導 日本Panasonic集團周三表示 已就蜂窩通訊領域的標準必要專利 在多個國家對中國通訊設備製造商 小米和OPPO提起訴訟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表示 印度出口禁令 再加上可能影響生產的惡劣天氣 是稻米價格飙升近12年來的最高水平 專家甚至警告 未來恐怕還會更高 中國華新資本創辦人兼董事長包凡 近年二月中旬驚傳失聯 給中國金融服務業帶來一大衝擊 經過長達半年的時間 華新資本週三晚間 向香港證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中證實 包凡人在配合調查 迪士尼一年內第二次宣布串流產品漲價 將無廣告的Disney Plus 和電視套裝產品平台Hulu 分別調漲超過20%的價格 並稱要取締共享賬號 新台電視整理報導 全國商業總會今天召開會員大會 雖然疫後國內經濟持續的好轉 但理事長許舒伯就表示 業界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缺工 希望政府能夠針對國人不願意從事的職務類別 優先的開放外籍移工 補足人力缺口 幾乎大部分的這個商會的理事長都棘手 表示缺工非常嚴重 那現在勞動部雖然已經有在召開這方面的會議 尤其服務業是不是能夠開放部分的這個勞工進來 這一塊是已經在談 但是有時候這個是一個時間問題 我們希望這個缺工的問題 尤其白工白業缺工會造成物價的上漲 這個部分應該要很慎重的而且盡快的來解決 此外借臨總統大選全國商業總會 沿你邀請全國工業總會跟工商協進會 共同規劃與各黨總統參選人進行溝通會議 了解各黨參選人將提出哪些經濟政策 台積電公告7月營收約1776億元 月增13.6% 年減4.9% 主要受惠於AI集單以及蘋果新產品備貨 帶動3奈米製成放量推升契約營收來到6個月以來的高點 累計前7個月的營收約為新台幣1兆1670億元 相較去年同期減少了3.7%為同期次高紀錄 美國近期再次吹起真奶熱潮 不過這次不只有飲料還有真奶雪糕也在美國爆紅 疫情爆發之後 美國民眾上網的時間拉長 對異國飲食好奇 社群媒體又在掀起一波真奶熱潮 2020年英國歌手杜瓦黎波拿到一盒黑糖真奶雪糕 吃完後拍照上傳IG超過百萬人點贊 數據就指出去年台灣珍珠原料蘇美已經是2019年的3倍 夜酒就透露北美成為最大外銷市場 黑糖真奶雪糕半年就創下了單季出貨80貴 破1100萬隻的銷售夾擊 最後來關心下節新聞重點 中國房地產開發商碧桂園 瀕臨倒債的邊緣恐將衝擊中國的金融體系 拜登簽署行政令限制美國企業與個人投資中國敏感技術 並鎖定三大領域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請鎖定新唐人亞太整點新聞 長版、速度、風是我的日常 做我熱愛的事成為自己喜歡的樣子 暢快體驗世界 其他像D芭蕾藍手褲 烏痕冰絲超薄透 甘手易俊好安心 波卡屯、臨軸桿 每一步都無拘無束 我的美麗自己定義 舒適生活讓它守護 第八零 ARK 你的信任的亞洲製作的應用 支付費工資 減在賣費和領域 時間 負責 責任的信任 特別的工資 高質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时累积探权额度 实践ESG永续发展 牛张富裕 全球永续 耗风生计 善德传家 乔茂拥有32年专业服务经验 深度了解台北精华地段 提供商办 民宅 维岛都根 等多元化服务 我们深信 每一个真诚的对待 都能转化成善的循环 防众找乔茂 幸福一定到 乔茂不动产 您有睡不着的烦恼吗 睡眠品质低该怎么办呢 德行天下德心乐眠枕 采用德舒服专利滤精乳胶 具有高回弹性与支撑性 多孔性结构结合被长叹 透气性佳 具眼红外线 可均匀承托 缓解头部压力 让您睡得健康又舒适 德行天下让您安枕无忧 Surpassing Limits is our daily routine pursuing transcendence by persevering through adversity always prepared turning difficulty into victory always giving a solid performance no matter the stage maintaining quality consistency no matter the conditions Pro1 Precision gives you invisible protection Pro1 欢迎回来 来关注中国的灾情 中国东北与河北的水位 持续回落 不过灾民面对 满目疮痍的家园 怒斥中共当局 另外有中国网友就爆料 河北官员 乘坐军用直升机 查看洪水灾情作秀 却意外的坠毁 8月9号前后 洪风过境天津 但当局掩密封锁民间消息 洪水的具体情况沉迷 但根据官方数据 大清河的水位持续攀升 9号下午4点 已达到6米 与河堤另一侧的 东边蓄置洪区内的积水 一样高 这意味着蓄置洪区内 近百万人的家园 已完全淹没在 6米深的洪水中 一段民间传出的画面显示 位于永定河范区的黄花殿镇 7号下午水流仍然湍急 远在东北的黑龙江河 吉林梁省 9号水位逐渐下落 但灾情仍不乐观 已经返乡的村民 在清理淤泥的同时 却发现前来白拍的中共领导 河北的大部分灾民 也已经返乡 目睹的却是一生的辛苦奋斗 被中共的泄洪人祸 彻底摧毁 在卓州 有两千多居民的炼池村 8号传出消息 村民在6号凌晨发现 城市执法部门 带领30多辆渣土车 向村头倾泻 从城区收集的被淹死的猫狗尸体 以及各种垃圾 9号 受灾严重的村民 继续在高碑店政府门前掏说法 遭到特警暴力殴打 有网民总结 河北这次为保北京而戏红 数以十万级民众受困洪水 中共官员不但不作为 反而处处为难民间救援队阻止救援 多达70多只民间救援队被政府逼走 以防惨烈的受灾真相被传播出去 8月9号 网友提供了河北官员乘坐军用直升机 查看洪水灾情作秀 却意外坠毁的更多消息 指出坠机地点位于河北来水 由于雾气太大 军机撞到高压电线后坠毁 机上16人全部死亡 其中包括13名军官和3名地方官员 包括保定市交通局理性副局长 应急管理局局长 此外还有一名保定电视台的理性候设记者 这名网友的爆料 与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此前收到的中共军方消息 内容基本相符 爆料的网友还表示 现在这个消息全网封锁 太丢人了 北京市政府9号通报 这次洪水 北京市共有33人死亡 18人失踪 31万居民受灾 但这一数据的真实性 遭到外界强烈质疑 上周 门头勾紧一支民间救援队 就发现了200多具遇难者遗体 曾被视为业界模范生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元 今年8月因为无法支付两笔美元债券利息 引发了中国房地产市场风暴 外媒更直指碧桂元 在中国建案数量是恒大的四倍之多 一旦出现违约 冲击影响可能更大 更有专家就忧心 可能会冲击中国已经相当脆弱的金融体系 民众难掩怒气 碧桂元天津南部的住宅区 5月开始就传出地面下沉倾斜 建筑出现庞大裂缝 民众的毕生积蓄直接泡汤 这不仅是单一个案 中国最大名气开发商碧桂元 8号官方更坦诚 付不出两笔合计 2250万美元的债券利息 虽然还在30天宽限期 已经濒临倒债边缘 由于在中国碧桂元的开发项目 是恒大集团的四倍 外媒彭博指出 碧桂元违约导致的金融风暴 恐怕比恒大还要严重 那最主要原因是去年的收入暴跌 大概跌了快九成左右 所以当然就造成他无法还海外的债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后续的情况也不会太乐观 因为中国大陆的房企的房市的情况 并没有看到有明显复苏的情况 碧桂元美元债券已经被打入垃圾债 反映国际看坏中国房市 7月份中国百大开发商 新屋销售减33% 更比6月少掉三分之一 年轻人不愿买房 开发商财务恶化 也波及金融业 中国四大国营不良贷款率 逐渐攀升 中国银行更是高达7.23% 工商银行6.14% 农业银行建设银行都超过4% 财旗传媒董事长谢金河脸书表示 恒大碧桂元都债可敌国 理论上早该破产清算 但中共体制下 这些公司却不能倒 危机却由银行承担 直言中国房地产危机 很快会撞击金融体系 现在房地产的状况 越来越严重 所以中国现在面临地产的 下滑的压力 中国现在正陷入 严重的债务的循环 那我相信中国经济 后面的发展 它的下滑速度 会出乎大家医疗之外 我相信在1997年 亚洲金融风暴 或是2008年的金融海啸 下一场的经济风暴 很可能会出现在中国 根据彭博资讯统计 碧桂元今年还将面临 超过20亿美元的 个币总债券本金和利息要偿付 碧桂元股价两天之内 闪崩两全 在香港挂牌价格 10号仅剩下1.05港元 恐怕成为恒大之后 中国房地产又一个巨大黑洞 新台电视林家威 审美同台湾台北报道 上海市肺荷医院医师胡扬 在社群媒体上高调炫耀业绩 他表示一天三台肺移植 并没有说明这些病患 是单肺移植还是双肺移植 更没有提及中共极为 敏感的话题肺源 而业绩背后是中国大陆 几乎所有省份 都在快速扩展器官移植的业务 引发议论 近期中国多地接连遭遇台风 洪水地震等灾害袭击 继山东德州地震之后 南部城市合则 9号再次发生地震 同一天四川省宜宾市也突发地震 各地不少民众也注意到 正前预兆 如八月下雪 动物行为反常 暴徒泉瑜 血月等 受到杜苏瑞台风 曾经环流影响 中国华北地区 连下暴雨 中共当局为了保 北京而泄洪 多地灾情进一步加剧 近日保定市灾民 想向政府反映灾情问题 竟遭到特警殴打 网友嘲讽 中共从来不解决问题 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虎吹拆除中国网络防火墙的 海外异议人士乔欣欣欣 6月间传书 遇遭中共公安跨境执法 在辽国失联 美国之音9号报导 家属证实 乔欣欣欣已经被关押在老家 湖南省衡阳市的看守所 新唐人亚的电视整理报导 美国在对中共出招 拜登政府正式的签署行政命令 限制美国企业与个人 投资中国敏感技术 锁定三大领域 白宫网页正式发布新行政命令 严格限制美国企业与个人 投资中国敏感技术 标准半导体量子技术 与人工智慧领域 同时要求在进行其他科技投资时 也必须通知美国政府 确保美国国家安全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 舒默认为这是美国正在采取战略性的第一步 建议国会必须将这些限制写入法律 加以完善 而美国共和党议员迈考尔也持肯定态度 但强调提案还有许多漏洞 每年将现有的技术投资 生物技术与能源等领域纳入令人担忧 而外媒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指出 新规定不具有追溯力 只适用于未来投资 而且很可能只锁定营收超过一半 来自量子运算 AI等先进技术领域的 中国大型企业与新创公司 目前美国财政部 正在针对限制适当范围 征求公众意见 并将在45天内接受讨论后 提出正式提案 预计明年生效 新唐人亚太电视 成为魔罩婷玉整理报道 两名被指控做中共间谍的 美国华裔士兵 周二分别在加州出庭 两人都被拒绝保释 周二 赵文恒在洛杉矶举行的 拘留听证会上被拒绝保释 法官表示他有潜逃风险 并对社区构成危险 命令继续拘留他 据起诉书称 赵文恒自2021年8月至今年5月 他传递了照片和视频 冲绳雷达系统的蓝图 以及美国大规模军事演习的计划 给中共情报官员 从中共情报官员那里 收到了约15000美元 如果与中共情报官员共谋 并收受贿赂罪名成立 他将面临最高20年监禁 同一天 魏金超在圣地亚哥的法庭上 也被拒绝保释 法官同样裁定他有潜逃风险 并对社区构成危险 美国助理检察官弗雷德·谢波德表示 魏金超的母亲知道魏的行为 还积极支持他继续帮助中共的情报官员 以图日后谋取在中共政府的工作 中共情报官员告诉魏金超 中共愿意让他母子俩飞往中国与他们会面 其诉书称 魏金超提供了多达50份手册 其中包含有关海军舰艇的技术和机械数据 以及海军陆战队在有关演习中的人数和训练的详细信息 谢波德指出 魏金超在过去一年里从间谍行动中赚取了1万到1.5万美元 如果他的间谍罪名成立可能面临终身监禁 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总检察长马修奥尔森表示 这些指控表明中共政府决心以任何方式 获取对我们国防至关重要的信息 以便为自己谋取利益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上镜纽约报道 就要买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卡诺台风登陆南韩成为50年来第一个贯穿朝鲜半岛的台风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整体新闻 夹制锯的先锋 沉浸科技 专业AI智能化夹制锯 四大系统全方位整合 高精度 高耐久 高品质 重复定位精度2μm 累积超过80项专利认证 通过ISO9001品质验证 精准夹持所有你想要的 有了沉浸 一切搞定 台湾之光 沉浸科技 现在你能够进行专门 和你的朋友 和你的好声 任何时 任何时 和声音准复制器 嗯 这么静 它永远比较容易听 伸展你的声音 伸展你的生活 Get Your Good Voice Now 国际企业就像家人一样挨着你 哎呦 你看到吗 这样我真的疼 你怎么看起来都没有事 来啦 用德行天下 保动者的支撑力 德行天下 童工健康协定 深耕台东建设三十年 施工扎实 设计多元 世宏建设 陪您看见对家居的价值 阳光下的好味道 立富致面 严选安心食材 坚持八道压缅工法 零污染室内日晒场 红外线水分检测 自动化包装作业 结合传统与科技 美味食安层层把关 立富高品质代工服务 提供完整解决方案 是全球伙伴打造面食品牌的 最佳首选 立富致面 欢迎回来 Cano台风今天上午在南韩 庆上道登陆 为南韩带来强风好雨 预计午夜抵达首都圈附近 在南韩总计停留约15个小时 接着将一路北上 气象学者就表示 卡努是50年来 第一个直接贯穿朝鲜半岛的台风 周四上午 台风卡努在南韩东南沿海登陆 给东南沿海带来 每小时60毫米的降雨量 南韩气象厅表示 庆上道和冀州岛部分地区 最大风速达到每小时90公里 网络影片显示 受强风袭击的釜山市 市区一条溪流水位急速上涨 南韩各地已发出警告 取消超过330个航班 1万多人被撤离到安全地带 专家表示强大的高压 改变了台风进入朝鲜半岛的路径 而海面温度的上升 也使台风变得更加强大 受到卡努影响 南韩南部将迎来大范围降雨 南韩气象厅表示 台风正以每小时22公里的速度 向北移动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可欣 叶恩杰综合报道 来看到南美洲国家厄瓜多 将在这个月20号举行总统大选 不过就在昨天8月9号 总统候选人之一 59岁的维拉维森修遭到枪杀 对此厄瓜多总统拉缩今天就宣布 全国进入两个月的紧急状态 并始言在本月20号如期举行大选 维拉维森修是在出席活动离开会场时遭到枪杀 而他曾经担任国会议员支持率为7.5% 在8位总统候选人当中排名第5 在过去的5年当中 厄瓜多杀人爱暴增了300% 各大国际独销的进驻 让当地变成了谋杀之都 今年7月厄瓜多一名市长遭到暗杀身亡 同时各处的监狱暴动也造成了数十人的死亡 南美洲国家厄瓜多的总统候选人维拉维森修 9号在首都基多的竞选活动现场遭到枪杀身亡 厄瓜多总检察长表示 一名嫌犯在与保安薄火时中弹 伤重身亡 另外还有9人受伤 包括一名女议员候选人和两名警察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9号撤换的军方最高将领总参谋长蒲秀日 改任命李永吉次率为新总参谋长 并要求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好更多准备 包括提高武器潜量扩大军事演习 向威尼的拉海纳镇受到野火侵袭 造成至少6人死亡 居民纷纷跳入大海 以躲避快速蔓延的果实 美国海岸防卫队9号表示 已经从拉海纳附近海域成功救出12人 美国职棒大联盟天使队的日籍 二刀流球星大谷翔平 9号在主场投球 夺下本季第十胜 加上40支全尾打 他连二季胜头 全尾打双尾数 超越贝比鲁斯 成为美国职棒史上第一人 新同源 台电视整理报道 在俄罗斯莫斯科北部的一家工厂 周三发生大爆炸 造成至少1人死亡 50多人受伤 周三位于俄罗斯东北50公里的 一家光学设备工厂发生爆炸 造成至少1人死亡 56人受伤 爆炸形成巨大的烟柱和冲击波 建筑窗户被毁 有当地居民表示 还以为是乌克兰袭击导致了爆炸 希望这样的事 不要在任何地方发生 俄媒体称 爆炸似乎发生在 达格尔斯克光学机械厂 一个装有烟火设备的仓库内 美国商务部1995年的一份报告称 这家工厂为军队生产精密光学设备 俄罗斯调查委员会 已对事件展开形式调查 目前不排除遭遇乌克兰袭击的可能 乌克兰周三声称 乌军袭击了位于卡霍夫卡市的 俄罗斯指挥所 而俄罗斯国防部长 邵伊古则向国防理事会表示 随着芬兰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联盟 俄罗斯将在其西部边境增加军力 应对北约威胁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于良荣誉综合报道 就买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台湾航空工业龙头汉翔 举行第一千架客机交机典礼 总统蔡英文出席见证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台北2023亚洲国际游展来咯 每天都有不同主题 带给你最棒的视觉饷宴 不管是穿越古代 一读彩色风华 还是收集Hello Kitty 大儿狗 布丁狗等三粒欧小伙伴有票 享受舞动青春日 感受宝岛风情 在地之美 欣赏故宫百叠纷飞 崭新极有体验 让你一次满足 8月11日到8月15日 欢迎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来台北时髦艺馆 美食 正因为倾注了温情 才被赋予更浓厚的味道 记录人间真情滋味 参加干净世界 美食相聚时光影片奖 分享美食主题影片 祝福生日 更有机会获得一千美元大奖 马上到干净世界参赛吧 到家了吗 到家了吗 累就要休息 在台北混不下去 回家啊 什么跳出在台北 混不下去就回家啊 你每次都不信任我 算了 我昨天寄东西上去 你有收到吗 小时候 放学签着你 你都会吵着 不要吃这家的豆干 妈 我下个礼拜没班 回家一趟 新唐人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 致力于弘扬传统古典舞艺术 2023年 第十届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 将于9月4日至7日 在美国纽约州 Sugar Love表演艺术中心 盛大举行 冠军金奖一万美元 欢迎全球中国古典舞艺术家 踊跃报名 详情请见 dance.ntdtv.com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来 新南风为高雄带来的豪雨 知名的巴勒产区 雁朝区 24小时累积雨量高达90多毫米 造成部分巴勒园的果树泡在水里 农民穿着雨衣抢收巴勒 但是泡过水的巴勒 通常约有五成会变成烂果 让农民就忧心会血本无归 水淹过脚踝 农民拍下巴勒园淹水画面 原来连续大雨 让农民的心血全泡在水里 狂风暴雨下个不停 高雄一家巴勒园 有些巴勒直接被打落摔在土里 农民的心都在淌血 只能穿着雨衣 加快采收速度 但园区的巴勒 从日前的台风就开始受到影响 现在又碰上豪雨 恐怕有将近一半会变成烂果 台风过后就是每天大雨 全部都积水 整个树就会枯掉 会弱果 造成这一季 可能这一季都没办法收成 损失大概上百万左右 据了解 现在巴勒的价格并不漂亮 每公斤约20到30元 如今又碰上豪雨肆虐 农民只能期盼 与世快点趋缓 降低损害 才不会让农民的心血血本无归 清唐人亚台电视综合报导 台湾航空工业龙头汉翔参加加拿大庞巴迪公司 后机身段设计与制造专案合作至今已经超过20年 今天举行第一千架交机典礼 总统蔡英文也亲自出席见证 加拿大庞巴迪公司商务客机机尾段亮相 是由英美日及台湾汉翔公司负责后继生设计及制造 第一千架交机典礼 蔡英文总统也亲赴台中主持 这一千架的飞机是我们汉翔公司和许多台湾的厂商 奋斗25年的成绩 更是我们台湾航太产业重要的里程碑 汉翔与庞巴迪合作至今已经超过20多年 军机促成民机 民机又带动军机 而永英号新式高轿机研发成功 也带动国内航空产业的熔景 展现国内能量求舰舰驱完备 国家队逐渐成型 永英号已经完成测试进入交机量场高峰期 并在2026年完成66架的全速交付空军 新式高轿机是国机国造长远政策的一个开端 英英政府推动5加2产业创新计划 国防航空产业已经成为推动重点之一 希望借由国机国造政策 同时创造台湾航空零组件内需市场 并连带协助国内航空产业 在技术和制程能量上有所突破 新唐人雅的电视王元阳书棉 唐曼台中采访报导 接下来带你关心8月11号的天气预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真相护航 为沉默发声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宋养宁 再会 有一种 为真相护航 为沉默发声 捍卫民主自由 忠实传递真相 坚守道德良知 弘扬传统文化 我们始终秉持公平与正义 为您拨开乱世的迷雾 台湾的未来需要你我共同